普里镇桃米里除了近年来发展生态村之外 赵连也以竹笋产地为名 为了行销在地产业 普里镇公所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日前与五个参与计划的社区 在桃米清水公园办理降笋制作的活动 今天来到桃米清水公园 那我们最主要参加这个社区产业来做降笋的DIY活动 那除了桃米特有的降笋之外呢 我们还加入了其他社区的元素 加上他们自己的肉桂啊 加上他们的其他的东西加进来 那我们希望在一年后 我们一起共同来开箱开罐 然后知道我们今年做的降笋 在明年会产出怎么样不同的特色 彰化县福星乡福堡村长黄耀辉 特别来到桃米清水公园 参加这场降笋DIY体验活动 黄耀辉表示 因为福堡村地除海口 在降笋的制作口味以及制作方式上会与谱里的不同 因此借由这个机会 来了解谱里制作降笋的过程 互相交流 学习经验 今天就是刚好有机会来谱里玩 刚好他们有举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报名来参加这个 烟制的降笋的活动这样 因为我们是住在海边 每个地方烟制的东西都不一样 他们的手工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上次活到老学到来 来这边学习他们的 他们这民生用品的 吃了食物的烟制法 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这次的活动结合不同社区的产业 来制作降笋 利用各社区特色食材 来制作降笋 相信能够呈现不同社区的特色 并且在亲子互动之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农体验活动 那每一个社区呢生产的东西不同 所以呢到时候做出来的降笋 或者酸笋的风味也不同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良善社区 他们今天就做了一些比较跟肉桂叶相关的这个降笋 那我们蓝城社区呢 他们就准备了这个腌的萝卜 那桃米社区这边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笋子的干的配料 那我觉得像老师这样子的带领呢 会让我们社区做出来的降笋 有自己社区的味道 那整个参与的过程呢 看到亲子大家一起玩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副委长潘一全肯定埔里政公所 参与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推动社区产业发展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社区产业的推广 除了能够让更多人仍是埔里在地产业之外 同时也可以增加社区收益 帮助社区蓬勃发展 记者陈维一埔里政采访报道